这个金融交易资安的问题现在浮上了台面 经过这几天全面的检测 全台湾各地的银行陆续从13号晚上开始 恢复了同种机型的领潮服务 但仅仅三成 事实上这整起事件也凸显出了 过去国营在厂商提供软体程式这一关 审查机制显然不够诊明 第一银行ATM遭害引发各行库 第一时间暂停使用同种机型 总数打1222台 不过重新检视后 台营 赵峰 张华银行等 13号晚上起三成五恢复使用 台经营也在14日起陆续恢复 像是华银行就表示 问一下分行的ATM都是遭害的同行 仍会开放一台公领钱 但线超减半降低风险 邮局则采局内ATM正常 外站部分还要检查 我们如果那个金融卡会被盗刷的话 应该这种应该是会早就发生了 那它这个是属于 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内神通外鬼的事情 如果对于存款比较多的人 可能就会害怕 我会觉得他们会觉得风险比较高吧 第一银行ATM遭盗领事件 显示出了金融圈的资安问题 而银行圈这两天也都紧锣密鼓开会 将从两方面着手补强资安 两方向 第一是会使用正面表列的白名单 也就是比对是否被偷植入多的城市 只要不被允许执行的系统一律剔除 第二是要求软体供应商 同时招付执行党与原始码供银行比对 事实上就是要不过去银行 在厂商提供软体程式这一关 审查机制不够缜密的问题 就怕再不绷紧神经 难保类似状况不会 再上一页记者综合报道